花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压走大展 12条回家生活的路 从即日起展出精选 花蓮台东两线12组的青年与单位 用自己的自趣和返乡的热情 走出属于自己的回家的路 展现了东海岸丰沛的多元文化和产业 而每个周末还规划讲座以及体验活动 展出日期到4月15号截止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节点共创有限公司策划的 花创艺文橱窗主题策展 12条回家生活的路 14日在花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11栋登场 精选花东12组青年与单位 述说如何从各自的志趣出发 然后返乡走出属于自己回家的路 包含有大米缸 种子野台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 施质迁 卡塔文化工作室 0895道工作室等 花蓮与台东各6组12个单位参与 那主要呢就是想要向大众介绍就是花蓮跟台东地区呢 有一些人他是怎么样就是用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专业 然后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创作来守护 因为对他们来讲花蓮跟台东各地的地方 这个是他们心中很珍爱的家 然后很珍爱的环境 那其实要回家生活这条这个路径呢 进食其实是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有困难的 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守住这条 让大家可以回家生活的路 因为其实这次12条路 我们就会介绍12个对象 那其实不管是哪一个面向 我们包括了农业 然后创意 还有教育 环境 然后还有部落文化 不管哪个面向的人 其实我们都有介绍到 就是很欢迎大家来看展览 展期还规划多场周末讲座与体验 包括3月21日影视工作者 师至千阳君凯 花蓮Action讲座 22日圆梦工作坊陈美兰 藤边六角孔编织起身成型小提兰体验活动 12条回家生活的路特展 即日起展出至4月15日 每周二至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 欢迎自由入场观赏 更多活动讯息请搜寻FB脸书粉丝页 花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记者长邦彦华林市报导